大家好,欢迎来到八法刀实战课程教习 我是今天的主讲李亚俊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或者想与我联系 请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或APP与我私信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大家好 上演节课我们把八法刀起手式的形给跟大家说了 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说的这个作 然后你就很容易的找到感觉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起手式它站砖的这个部分怎么走内 我们来说一下 实际上要多说一点 用这个兵器来站砖 或者说内涵的话叫效价就是效尾的拳架 是相当有用的 老子中流传下来的这些东西真的很好 现在很多练拳的你几乎很小练气血 但我想说一下 如果大家真的是想把这个传统武术练好 尤其是想练出实战 建议大家还是得学一点气血 因为借助气血 来这个调整自己的拳架 规范自己的拳架 标准自己的拳架是很有用的 像行习前话 你哪个动作不对 拿杆枪一试 一叫 有经验的前师 拿枪一叫你的拳架 马上就叫出来 你自己很快也找到感觉 好 那说回我们的刀法 我们刀法刀的这个起手势 这很关键 大家说一下 你想要练出东西来 而且不想把自己给练废 你就一定要老老实实 照我的方法来做 还有老老实实 照我接下来要所有的东西 来笑自己的架 我们都知道战金资 大家会战着这个 就是教官这些会要求你 这样 轰得死死的 轰得死死的 但大家会发现 这个东西特别累 特别累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经验的老兵 他就会告诉你 一定要在什么 锦中求松 然后呢 在死中求活 这个死呢 是指什么 是僵硬的意思 就是你绷得 这个绷得全身僵硬的时候呢 要求活 这个实际上 说的可以比较玄化 但实施积迹 是真实存在 战金资 实际上也是气 也是战砖的一种 也是战砖的一种 这一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可能大家在市面上接触的这些人 他都不会到这个程度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这个一些特种部队 或者说老一辈的这个侦察连的 有些这种有比较厉害的侦察连的 老一辈的这些 他们就会传这八个字 同样我们来说的这个 用八法刀的这个洗手势 为什么说它可以用来站砖 可以用来走气呢 实际上一样 大家看我的后 看我的这个后腰 后背 好 起来 起 握 正直 身体 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我的身体 是尤其是后背这块 是紧张的 是这样 会绷得紧紧的 整个膝带这些也是绷得紧紧的 好 这个时候 注意我们这个手 往内合 也就是成间最整 然后成间最整 整个身体呢 首先保持 什么是吸领顶劲呢 那这一下我们是顶的 吸领是什么意思呢 注意这个 躲了 大家看到能细 但是这个顶着还在 为什么 因为我们脊柱是足的 好 然后膝盖顺着这个一起 放松 好 来这 好 那什么样的感觉是站队的 大家可以自己也用一把这个比较轻的 我玩这刀啊 小孩买的那种 你来站一下 你会发现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强调八发刀 为什么要用重刀的 好 这一把刀呢 是我自己打的 也是我自己用来训练的 大家注意这是逆远的 逆远的 也就是说是它实际上用的是这样 这个呢就不用 最起码就是它不会把肉给干掉 这个 但是这个 这个刀呢很重 差不多有四公斤左右 四公斤左右 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叫站队了 你会发现整个刀没有重量 没有重量 为什么 因为整个刀的重量不在你的这个手上 全部在哪 合到你的指柱上 你会发现所有的力量 手上就算没拿东西是 一点都不重 但所有的劲全部合到你的背上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站上一段时间 你就会觉得背之类的 而不是手类 不是手类 注意 这是很关键的 你会发现整个背 整个植柱 什么地方 有一个东西 就像这个植柱 哪里不舒服一样 你就要调整 你说这天很烫 它就想一下 植柱就被笑正了 这个得找感觉 一旦笑正了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这种沉重的感觉又消失了 又消失了 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 来调整你的植柱 来合你的劲 把你身上的劲 全部合到植柱上 这个呢 说的闲话一点呢 就是我们把你的督脉 也通了 为什么 我们借助的是什么 重力 相当于用重力 在帮你针柱 在帮你针柱 帮你把你的植柱 全部理直了 你顺 你顺 这个时候呢 重力就全部 集中在你的植柱上 它就能够产生 像针柱的效果 然后就能刺激 刺激到每一块的感觉呢 这个植 宽观节 然后感觉这一块重重的 然后所有的力量 就全部来到大腿上 还有屁股 这一块 你会觉得不累 一点都不累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呢 你会 就会有感觉 有沉重的感觉了 然后有 从向往下 慢慢有这种 酥酥酥酥酥 所谓的练功书 贯迁的感觉 你就找得到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起手式 可以用它来站专 好 在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 好 起手式 八法刀 起手式 它的这个练法 首先说固法 好 找一条直线 后脚 斜开 四十五度 好 上一步 脚内侧 贴这个直线 好 这个时候自然的 你就成鞋 侧对直线 侧对前方 好 握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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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握近 不要握近 好 好 放松 这个大臂不动 脚臂自然 伸起来 抬起来 好 刀 差不多到这个尖这块 或者是到这边的煤 好 另外一只手 在刀尖 靠近刀尖的地方 复刀 好 这个时候 肘是平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做 这个 成尖最肘的动作 好 同时呢 这个 紧中 求松 就保持这个姿势 你会感觉 这个刀没有重量 然后慢慢地感觉 这个止住 就感觉有这种 紧的感觉 慢慢地 好 哪里不舒服呢 轻轻地调整一下 你这个刀尖 来调整 调整一下 它又感觉没有重量了 这个止住的这种 紧绷感 又消除了 或者这种承重感 又消除了 慢慢地 所有的力量 都汇集到这个脚面上 你自然脚就会有这种 拇指抓地的感觉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八法刀的这个起手式 我们可以用它来站砖 可以用来笑我身上的架子 这个效果很好 大家可以试试 最明显的呢 就是 我们用一轻一重的两把刀 来给大家找感觉 用轻刀 是什么感觉 用重刀是什么感觉 你就很清楚地感觉到 这个八法刀的站砖 它的效果是什么 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欢迎大家登陆功夫者 帮官网 或者是APP 以及我交流 以及我私信 最后强调一点 站这个八法刀的这个起手式 站砖 不要太过时间过长 尤其是用重刀 一般不要超过15分钟 除非你站出感觉 站的全身都不能动 就是在我实战太极里面 讲五倍功法的时候 站出来的感觉 如果没有 不要超过15分钟 好 谢谢大家